欢迎回来 在最近的热播剧《辣妈正传》里面的演员吴君梅 饰演了一位求子心切的职场女强人 不过下来戏我们的君梅姐可没那么强势 相反她还有着家庭主妇的优良潜质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明星爱生活 看看吴君梅是怎么样做甜品的吧 既然是来做甜品的强调是一定要做足的 围裙手套甜点师的必要装备可是一样都不能少 这次吴君梅为大家做的甜品名叫杨汁甘露 好 这个是新米露 按照甜点师的要求 吴君梅姐将食材全部放进碗中 这样杨汁甘露就打工告成了 不过这是不是找的有点太烂了呢 这个呢叫杨汁甘露 看上去呢很好看 然后呢肯定也很好吃 但实在是太简单了 是不是要挑战个高难度的呢 挑战一个高难度的吧 这个实在是太简单了一点 那就来个难点吧 有点不大对吧 师傅 必须每一天锻炼 一直到我两个必把都练出肌肉了 可能才会好 这个 但是口感是一样的是不是 好吧 那我们无视造型酒相对着吃吧 加上一些芋头和椰果 一份绵绵冰冰就打工告成 哪位顾客能够有幸尝到君梅姐亲手做的甜品呢 我说亲 虽然这是君梅姐亲手做的甜品 但也不用把它当饭吃吧 再说了 多吃甜品就不怕发胖吗 有的时候会怕发胖 所以去买甜品的时候都特别注意 这个里面是不是脱脂的呀 或者说是全奶油的呀 或者是什么 总归是会找比较就是脱脂的这些 或者就是没有那么甜的东西去吃它 谢谢大家 再见 上海开放火道